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大家好 很高兴见到大家 大家是不是想鼓掌呀 那我们一起鼓掌吧 刚才我在外面 也和大家一起听了 尹伯基的这首歌 我今天才知道 这歌词的意思 这个词说 我孤独的时候 谁会安慰我呢 原来作者是想 从上帝的角度 抒发感情 这位歌手的哥哥尹恒基 也是家喻户晓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位牧师 刚才我们阅读的话语是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内容 圣经呢 分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 这处经文 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 这第一句话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句话就像 马太福音的题目一样 尹伯基在他的歌中 介绍了一位神 这位神 在四千年前 向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 显明了 这世界上有很多神 每个人也都和神 有交集 有接触 四千年前 显明在亚伯拉罕面前的 那位神是独一的 所以我们称他为独一神 圣经正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当别人问我们 你的神是谁 当别人这样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答 我的神是独一的 是全能的 但亚伯拉罕那时候 可没有圣经 他没法知道这一点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世上明明有那么多神 亚伯拉罕 到底是怎么分辨出 眼前的这位神 就是上帝的呢 当时 这位神向他显现 说了一番话 这让亚伯拉罕觉得 这位神说的话 和世上的神 太不一样了 世上的神 要想说点什么 一般都是通过 教诲的人传话 像通过算卦的 挑大神之类的 但这位神不一样 虽然圣经中 没有详细记载 这位神和亚伯拉罕 都说了什么 但亚伯拉罕 明显感觉到 眼前这位神说的话 就是和别的神 很不一样 那这位神 到底说了什么呢 他面临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离开本地 就是离开家乡 离开自己的地盘 也就是离开 自己的国家 离开本族呢 就是离开亲朋好友 邻里相亲 还有离开富家 就是至今为止 你一直都听 你父亲的话活着 但从此以后 要听我的 其实一般的神 是不会这样 命令人的 因为他们不想 让人离开 他们都是让人 留在本地 不愿意让人 离开家乡 你就在这里 好好地侍奉我 我保佑你 一般的神 都是这样的 别管他人怎么样 也不要关心 别的地方 只要在你的家乡 好好供奉我就行 但这位神 却让亚伯拉罕 离开本地 这位神还对 亚伯拉罕说 我要叫你的名为大 这话是要叫 亚伯拉罕 出名的意思 还说 我要叫你成为大国 这是让亚伯拉罕的 后裔凡胜 成为大族的意思 但要成为大族的话 至少得有数百万人口 此外 这位神还允许他说 你要成为福分的根源 世上万族 万民都要因你而得福 大家现在听了 这位神 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觉得这位神 是邪恶的神呢 还是充满美德的神呢 如果他是邪恶的神 那么他应该会说 我会让你得福 你离婚吧 我会让你得福 你骗他吧 我会让你得福 你把那人杀了吧 但这位神 不仅没有这样说 还允许亚伯拉罕 我要让你得福 不仅让亚伯拉罕成为福 还允许让世上万民 都因亚伯拉罕得福 这样看来 即使亚伯拉罕 离开自己的家乡 这位神也照样能帮助他 可见 这位神 是不受地狱限制的 并且 他的寿命 至少长达四千年 因为要成就一个大族的话 怎么也得需要个几百年 几千年 那这位神敢这么应许 说明他至少能活几千年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四千年前 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那位神 在四千年后 与隐伯基相遇 相交 并且在不断地相交 一般的神呢 是没法活那么久的 大家都知道 巫婆们供奉的神 不会保佑他们十代二十代 同样 人们上坟的时候 也不会去扫十代二十代祖宗的墓 正常也就纪念四代左右吧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哪个祖宗能超过四代 四代以后 也就是大概一百二十年后 就会进入无底坑 消失在这个世上 这些内容都记录在圣经中了 这就意味着 四代之后 这些神不论是想要帮谁 还是想要害谁 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没办法活那么久 五六代的话 至少要花一百二十年 而这位神 答应要通过一个人 成为千代大祖 这说明这位神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也不受场所的限制 所以我们才称这位神 是无所不在的神 无论在哪里 都有这位神 我们也称这位神 是永存的神 因为他不是只帮助人 十年二十年 而是能帮助人千年 上帝就是这样成就了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也是永存的神 刚才我们看的那处经文 写着耶稣基督是谁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是大卫的子孙 后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原本是用西伯来语写的 也就是亚兰语 在他们的语言中 不管是后裔这个词 还是子孙这个词 都叫做Pen Pen这个词包含了后裔 子孙 儿子 曾孙等含义 这些也没有区别 都是同一的意思 可以说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或者说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 当时上帝虽然向亚伯拉罕应许 你要成为大族 成为福分的根源 叫万民得福 但后来才知道 成就这一应许实在太难了 因为自从亚伯拉罕得到这一应许 已经过了25年了 可他没有任何子孙 当时呢 亚伯拉罕是99岁 他的妻子是90岁 月经已经停了 根本没办法生孩子 但上帝就是要通过 他们的后代成就应许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吧 但亚伯拉罕还是相信 上帝的话语不是虚空的 是避讳成就的 亚伯拉罕为什么能这样确信呢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在他凡事都能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 妻子也没法生育 但只要上帝决定成就 那么我的妻子一定会怀孕生子 我的儿子也会成为大祖 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上帝又向他显现 告诉他到了明年这时候 他会有一个儿子 果然到了第二年 他真的有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这时候恍然大悟 啊 原来上帝应许的话语 乍听起来好像不可能成就 但必会成就 就好像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生了儿子一样 上帝应许说 我要成为福分的根源 好像不太现实 但原来这必会成就啊 后来亚伯拉罕的儿子 渐渐长大 长成了一个少年 这时上帝又让亚伯拉罕 把儿子献给上帝 献的方式呢 和当时献番祭一样 让他把儿子作为祭物 在祭坛上焚烧 令人意外的是 亚伯拉罕竟然照做了 亚伯拉罕其实心里有数 他想 我要是把儿子杀了 拿他献祭 那上帝怎么成就 他的应许呢 上帝不是应许说 要让我的子孙成为大族吗 亚伯拉罕想明白了 原来就算他把儿子杀了 上帝也会让他的儿子复活 因为上帝说了 要通过儿子成就应许 他也相信上帝会成就这应许 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 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上帝因此深受感动 就在亚伯拉罕 手起刀落的瞬间 上帝马上拦阻了他 亚伯拉罕 刀下留人 我现在知道 你是真的信我 真的爱我 因为你连独生儿子 都舍得给我 就这样 上帝也确认了 自己的计划 要通过亚伯拉罕成就 之后 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给你儿子 他要攻去仇敌的城门 意思是征服仇敌 上帝就如此应许了亚伯拉罕 从此以后 亚伯拉罕的子孙们 都在等候谁呢 就是上帝应许的 亚伯拉罕的儿子 也就是攻去仇敌城门的那位 他们等候着 践踏仇敌 咒诅仇敌 打破仇敌压制人的现状 通过我们使万民得福的 那位出现 以色列人一直敲手期盼着那位的到来 他们把那位叫做弥赛亚 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 也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亚伯拉罕的儿子到底是谁呢 那位就是我们现在所信的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这里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上帝向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子孙 就是耶稣基督 距今四千年前 上帝给了亚伯拉罕应许 距今两千年前 耶稣来到世上 上帝的应许 经过了两千年后 照样成就了 这多么奇妙 多么惊人啊 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过程 记录下来的人叫摩西 是距今三千五百年前的人 也就是说 在他记录后过了一千五百年 耶稣来到了世上 这些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 但全部都按部就班地成就了 而安排这一切 成就这一切的就是上帝 上帝先给人应许 得到应许的人代代更替 新一代的人又继承上帝的应许 直到一千五百年后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那时人们一对照应许 就能知道 啊 原来耶稣这个人 就是上帝在两千年前 向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儿子 依照上帝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儿子 会征服仇敌的城门 把人从仇敌的压制中拯救出来 让人从仇敌的捆绑中得释放 并且还要让世上万民都得福 原来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如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正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 人原本没法得福 因为一直被仇敌压制着 这仇敌呢 不是能够看见的人 而是看不见的存在 但是 人们对此毫不知情 不知道自己的仇敌就是魔鬼 魔鬼下面也有很多帮手 那些就是乌鬼 这些存在一直带给人咒诅 人们普遍认为 只要善良地活着就能得福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只要好好吃饭和锻炼就能健康 这些乍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但是人善良就一定能得福吗 努力就真的会成功吗 好好吃饭和运动就真的能健康吗 不见得吧 因为有仇敌不断地给人带来咒诅 就像有的人 他很努力地锻炼身体 也很注意健康 但却突然得了癌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仇敌的存在 以前不知道有仇敌 现在才知道 这些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要想得福 就要首先解决仇敌的问题 大家再怎么努力想要得福 只要有仇敌在的话 我们一切的努力就会白费 因为仇敌会不断地给人带来咒诅 让人没法得福 我们来教会过信仰生活后 才知道我们身边一直有仇敌 还知道了很重要的一点 如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样 耶稣攻去了仇敌的城门 他粉碎了仇敌的门 攻进了城 他已经除灭了仇敌 也就是除灭魔鬼了 他彻底粉碎了魔鬼的权柄 打碎了给人带来痛苦 咒诅 疾病的魔鬼的权势 从此 人们再也不用把受咒诅 疾病之类的 当作自己的命运了 以前人们常把疾病 贫穷都归于自己的命运 认为那都是自己的命 人们嘴上也挂着 哎呀 我的命好苦啊 常常挂着这样的口头禅 有的人家婆婆是寡妇 而媳妇也是寡妇 孙女还是寡妇 这时候总是说 哎呀 我们家的命不好啊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那不是命不好 而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仇敌的存在 是仇敌在搞破坏 我去中国宣教的时候 去了很多地方 那时候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现象 就是只要家族里 有人是算卦的 交鬼的 那么他们孙子那一辈 就有患精神病的 或者失明的孩子 无一例外 这也不是特意调查的 只是服侍瞎子 哑巴精神病人时 总能得知 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 有算卦的 交鬼的 总之 咒诅呢 是会临到子孙们身上的 而这样咒诅人 就是仇敌的目的 当人被乌鬼支配的时候 不仅精神会变得异常 相貌也会变得猙獰扭曲 只要被乌鬼支配 人就会变样 乌鬼不仅会让人的精神不正常 也会改变人的相貌 从这样的事实中 也可以得知 乌鬼是真的存在的 人若无视这样的存在 那怎么能得福呢 以前人们束手无策 只能被欺负 其实请跳大神的也不管用 因为跳大神的 就只是在哄鬼 那时候鬼不是真的离开 只是假装听话消停一阵 然后又开始折磨人 跳大神的哄鬼行为 就像是在恐恐怖分子似的 就比如说 美国这样的国家 遇到恐怖分子勒索的时候 会乖乖地给钱吗 他们不会给 因为给了一次就有下一次 给钱的行为 无异于是在助长恐怖分子的淫威 他们觉得绑架 制造恐怖事件 这些手段好使的话 之后还会挑事的 所以 美国为了彻底打消 恐怖分子的得逞念头 他们坚决不给钱 跳大神的 就好比是给恐怖分子钱 乌鬼也像是恐怖分子一样 暂时消停后 又开始折磨人 没完没了 而且越来越过分 总之 众祖就像狗皮膏药似的 黏着人 根本摔不掉 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做了什么呢 就是除灭了魔鬼 乌鬼的权势 审判了他们的行为 也就是说 两千年前 耶稣就把魔鬼审判了 所以魔鬼再也没有权利 折磨人了 但是 魔鬼至今还在折磨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人们还被蒙在鼓里 以为受咒诅就是自己的命 这就好比一个警察 天天横行霸道地收保护费 但后来呢 被炒鱿鱼了 不过他还装作自己有权有势 拿着已经被吊销的证件到处欺负人 不过 知道他被炒了的人呢 就不再 就不再吃他那一套了 反而会揭穿他 讽刺他 拍报警抓他 那么假警察就只能灰溜溜地逃跑 但不知道实情的人呢 害怕不给钱 会给自己苦果子吃 还是会乖乖给钱 而这样给钱的行为 反而助长了恶势力 让假警察发现 啊 这个人还不知道真相 所以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人 我们也是一样的 仇敌一直在折磨我们 但我们信耶稣 知道了魔鬼被审判的事实 就知道仇敌已经没有权柄了 他已经受审判了 他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所以被咒诅时 就敢直接反击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们这样可以直接命令仇敌 你是非法的 马上给我离开 可要是不知道事情的话 就只能抱怨自己的命不好 哎呀 为什么就折磨我呀 哎呦 我的命啊 这样的话 仇敌一看就知道 原来这人还不知道状况呀 还不知道我是非法的 那我就尽情折磨他吧 我们信耶稣的人 是知道这一事情的 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来的 与上帝同等的 也是奉上帝差遣做一切事工的 他就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 来到世上的 也就是为了让万民得福而来的 他是为了击溃仇敌的城门 而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信耶稣的人 不会任凭受咒诅 反而会胜过咒诅 因为我们能胜过 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着急无助 而是直接赶走这样的咒诅 我自己也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大概是一年前吧 我的膝盖疼了好长一段时间 当时上下楼梯也都没法正常屈膝 就只能像螃蟹似的侧着走 当时我觉得那也是正常的 因为平时不怎么运动 我工作时一坐就是一整天 人们也说 四十过后身体就开始老化 看来我也到时候了 当时我就一直这么想的 把这个当做自己的命 结果连着疼了三个多月 某天我下班回家 要经过地铁站一条很长的楼梯 那楼梯特别长 一眼都看不到头 大家也都知道 地铁站的楼梯格外长 我那天还是像往常一样 侧着身慢慢上楼 还我旁边比我年纪大的人 都爬得嗖嗖的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时我突然回过神来 哎呀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耶稣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除去了我的罪 受了鞭伤 让我得医治 把我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那我现在怎么还这副样子 什么过了四十身体就不好了 哎呀这根本不是年龄的事 明明是仇敌在搞鬼 我这样反应过来之后 就放声赶鬼 让我膝盖疼的鬼呀 出去 我给自己赶鬼之后 大家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我不管膝盖疼不疼了 一个劲地顺着楼梯往上跑 最后累得气喘吁吁的 但这时候发现 我的膝盖不疼了 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 大家看 我的膝盖现在也好好的 因为我在承认真相的瞬间 让我腿疼的鬼就离开了 我承认的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就是 耶稣在两千年前 已经为我受苦 受死 受鞭伤 他付出这一切的功劳 让我好了 让我得医治了 当我承认这个真相的瞬间 我就好了 我这样的经历也不是一两次 已经有好几百次了 我不光是为自己赶鬼 也帮助身边的人得医治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让万民得福 这一福分 不只是和亚伯拉罕 有宣言关系的人能得到 与他毫不相关的我们 如今也能引他得福 得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福 因此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话的意思 就是耶稣是把我们 从仇敌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得释放 让万民得福的那位 大家如今所遇见的 就是这位神 现在大家遇见了耶稣 也要帮助身边的人遇见 上帝期待的是 万民都要因你得福 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想着自己 也要让自己的家人 亲戚 朋友 都能够遇见耶稣 得到福 大家希望身边的人 都因自己得福吗 那么大家就好好地 顺从上帝的话语 明确体验上帝 认识上帝 奉耶稣的名 祝愿大家 都作为福分的根源 让身边人得福 我为大家祷告 天父啊 求你帮助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能清楚地认识 遇见 体验上帝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如今 耶稣已经除灭了 妨碍我们得福的仇敌 并将我们成为福分的根源 让万民得福 感谢你把如此大的福分 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都能体验 并拥有这么大的福分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今 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尽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因着耶稣基督得到福分 并成为福分的根源的灵魂们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